这五种颜色的蓝兽你一定没养过 并且有几种你见都没见过 有两种甚至很多鱼场几年都培育不出来 那么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市面上有哪些万中无一的稀有蓝兽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眼镜蓝兽 它的特点是两个稳牛都是红色的很有特色 第二个就是奇腮黑蓝兽 它的头跟尾巴都是黑色的身体雪白 奇腮红蓝兽已经很罕见了 那么奇腮黑蓝兽少之又少 它的颜色也不稳定 一个鱼场几年都培育不出来 第三个是红顶奶流 因为奶流是不能定向培育的 那么一条品项好的红顶奶流也是万中无一很珍贵的 第四个是无脸男 当然也有人叫它玉面黑袍 头是雪白的 身上像穿的一件黑色的衣服 这种体色极不稳定 并且也非常罕见 一个鱼场几年也培育不出来的品种 就是它 第五个稀有蓝兽就是雪豹蓝兽 听名字应该就知道 浑身雪白 身上的斑纹像雪豹一样 这种体色的蓝兽观赏性极强 并且体色不稳定 也不能定向培育 非常昂贵 我想问一下各位鱼友 在你心目中什么体色的蓝兽最好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